我要在我希望做出來的效果 這先把它清除 如果我今天不是需要藉由那個按鈕的方式完成 而是希望我可以插入函數的時候 那函數裡面當然有一些內建的 可是有一些當然大部分 可能都不符合你的需要 所以你要自己定義出來你自己要用的函數 那個叫自定函數 我自己給他一個名字叫自定義函數 自定函數 那如果裡面有的叫內建函數 我應該可以理解吧 這也是我想到的名稱 應該差不多也是這種意思 那如果你要自定名稱 自定那個函數的話 他當然你寫完之後 才會產生這個使用者定義 可是你在模組裡面如果沒有任何方權 這個不會出現的 所以如果你什麼都沒有做的話 這個是不會出現的 特別注意 那如果你有做過那因為我有把 程式 從雲端上貼貼到這邊來 所以你可以使用者定義 裡面會有個手機 因為我在那邊有個插入一個方選吧 那個方選名稱就叫手機 那個方選 就是函數 跟這個按鈕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最大的不同就是說 這個 函數 他會跟你互動 什麼叫互動呢 第一個按確定之後 他會跟你要 三個資料 哪三個資料呢 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資料 第三個資料 對不對 然後呢 他會跟你要資料之外的話 也會給你結果 所以結果會放哪裡呢 因為我游標 放在這個儲存格 所以呢 他會怎麼樣 把這個最後做完的結果 幫你放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函數有點像什麼 跟你互動的 你第一個你要給他資料 第二個 他要給你回傳資料 喔 可是呢 在這個門號這個按鈕不會 他做完就完了 反正他就是 自動幫你在 你上面哪一個欄 取的什麼資料 自動幫你丟到那邊去 所以兩者的差異 我想各位就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這個做法 這個蠻常 遇到的問題 因為同學問說 怎麼sub跟function 什麼不一樣 那主要那簡單講起來 這個函數呢 他會有一個回傳值 Return Return到這邊 OK按確定 好 那這個結果就做出來 那他怎麼做出來的 是藉由 有沒有 這個手機函數 所幫你做完的 當然如果說你要把底下填滿 然後因為剛剛我們是 跑個回圈 不過呢 以sail本身就有個功能 就是自動幫你 自動幫你 自動填滿功能 所以你可以點這個空點點兩下 自動幫你完成 也就是說 他不需要 再去寫個回圈 不過通常 你向下OK啦 可是 如果有一些比較複雜的應用 這個當然就不一定適用了 那問題來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我要怎麼樣自定義出一個 你平常常用的 那什麼時候會需要這樣 比如說 你那個工作裡面的函數 需要下很多很多 很冗長的函數的時候 你就需要把它簡化了 或者下一堆公式嘛 那你是不是 可以把它弄簡單一點點 不然的話 每天你都要去想說 這個公式 尤其是什麼 一幅裡面還包一幅 或者什麼 一堆東西 那你大概就可以把它 簡單一下 而且 你這個函數給別人的話 你 你其他人也會很簡單用 因為他想說 這怎麼做 這 結果 那你就說 你以後就記得有哪個函數 在你的 在你的這個裡面 使用者定義裡面 就OK了 那 怎麼做出來 第一個 一樣 切到這個 Visual Basic裡面 那這個是已經做出來了 那怎麼做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 在Visual Basic裡面 第二個的話 插入什麼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我們按部就班來好了 比如說這個 這個東西 假如 它本來是不存在的 那怎麼本來不存在 刪掉 沒有啦 本來是沒有的 那你要怎麼變出來呢 第一個 插入 程序 那程序剛剛是用Sub 請你用Function 一定要用Function 如果你用 像之前有同學 選錯了 還是選Sub 他現在點下去 沒有 你選錯了吧 而且 非常 非常容易 顯而易見的就是這個名稱 這邊是Sub 如果你選的這個 然後名稱叫做手機好了 按個確定 Function 它出來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叫做什麼 Function 後面有一個手機